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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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Wi開始推出 互動式的電視油熱器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就奧特馬 就開始注意到這種電玩的主權 那我們在三四年前 我們也有很多電玩的廠商 來跟我們 找我們合作 在很多的展會上面 電玩的展會我們提供我們投影機 給這些廠商在現場 去做投影 尤其我們GT1080這台投影機 在現場我們可以 在1.1米的距離 投100吋的大畫面 所以對一般的消費族群 電玩的消費族群 非常的有吸引力 那這一方面呢 其實我們也趁著這個機會呢 推出我們很多的一個 電玩的集中出來 針對不同的一個消費族群 尤其這種年輕的電玩消費族群 他們希望說 投影機呢它可以隨身攜帶 帶去朋友家裡跟朋友一起分享 這打電玩的樂趣 那所以說我們針對這個市場 尤其推出這種短交GT1080 那是符合這邊 年輕族群的一個需求 那當然除了一個GT1080之外 奧特馬在我們公網上 也有很多這種電玩的一個遊戲機 這個針對不同的一個亮度 對米度 推出不同的一個機種 給我們的消費族群 那我們希望說 再針對這個電玩市場呢 我們能夠創造一個 不同的一個市場區隔出來 那針對我們的電玩消費者來講的話呢 可以有更多的一個選擇 我想脫穩機的部分呢 正常一般 脫穩機都3米或4米頭100吋 那這樣子對一個小間 小家庭來講的話 其實脫穩機是比較偏長的 所以說奧特馬針對這種族群的需求呢 我們有推出一個短交的脫穩機 像GT1080 它就可以在1米1的距離呢 投到100吋 那相對來講的話 針對這個家庭的需求呢 這是非常符合這樣的一個使用環境 我們把它稱為一瓶機 等於說一隻小小一個瓶數 一瓶就可以達到100吋的畫面 那當然在投影機的設計來講的話 短交是會越來的趨勢 會越做越短 我們奧特馬甚至在這一塊呢 我們做到超短交 等於說30公分 就可以投影到100吋的一個大畫面 那光源也從燈泡 慢慢逐漸向雷射這一塊來發展 所以說我們在投影機這一塊呢 短交我們有燈泡的GT1080 可以做呢1米1投到100吋 那我們有雷射的LCD100 可以30公分投到100吋的大畫面 我想針對這種小家庭的族群來看的話 針對不同的產品需求 我們可以提供更多不同的一個產品的設計 給這些消費者的族群來使用 我想針對一般的消費者 一開始要選購投影機的時候 其實有點困擾就是說 這些規格上面講的 留名度啦 對比度啦 這些怎麼去挑選 我想最基本的 就是針對量度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 就是說針對使用的場合 我們大概說整兩種 一般是比較屬於專業級的這種 家庭劇院 這種的話呢 就是說你家裡有一個房間 它是可以全安 光暗燈光的 全安的環境 那這種環境的場合呢 我們就建議就是說 你的亮度不要太亮 因為尤其是像電影院 都是全安的環境來講的話呢 量度到1600-2000 這樣的一個投影機呢 比較適合在這種暗房裡面 來做觀賞 所以一般專業級的投影機 家用的專業級的投影機 搭電路上1600-2000左右 那當然要求的對比度要高一點點 比較適合來做電影院的觀賞 那假如說你家裡是在一個客廳的環境 我把客廳當成一個電影院來看 那因為客廳裡面其實 都有一些外界的雜散光 像窗戶進來的一些光線 那造成說 我整個環境是沒辦法全安的 那這種場合呢 我們就比較建議 是說你是買3000-3300 這樣的比較高亮度一點的投影機 來做一個電影的播放 為什麼呢 那因為本身亮度高一點的話呢 它會抵抗外面的雜散光 所以說你在整個亮場的場景來講的話呢 感覺看電影環境會比較適合 你的影片不會因為雜散光 而影響到你的話題 那當然這方面 我們同時要考慮到你使用的螢幕的選擇 像一般暗場景那種家裡劇院 這比較需要是說 高對比度的一個螢幕來做搭配 那如果是家庭劇院在這種客廳的環境 比較亮的場合呢 我們就建議是你可以搭配抗光幕 所謂的抗光幕就是說 它其實比較不會受到外界的環境光 雜散光的影響 它可以提高你的影像的一個畫質跟對比度 讓你的影像畫質呢 呈現得更亮而且更清晰 我這是消費者一般在你的投影機跟影 你的螢幕上面可以做一些搭配的考量 我想目前的這樣的投影機基本上呢 在解析度上面來講 基本上就是1080P的一個解析度要求 當然未來會有4K 那奧圖馬在這一塊的研發上面 我們除了在解析度上面至少是1080P 我們在本身的投影機上面 我們的晶片呢 我們也做了一個特殊的研發 尤其呢我們導入了搭比的晶片技術進來 所謂搭比的技術呢 其實它可以加了這個晶片之後呢 它可以提升影像的一個畫質的細膩度 還有它的對比程式感可以提升 等於說你在看它畫面的時候呢 它的暗場景的細緻度可以更突顯出來 那對比度讓你的整個場景還有物體呢 更立體更清晰 這是搭比本身在這個技術上領先業界的一個優勢 那而且呢 這是唯一投影機品牌 就我們奧圖馬 有搭比這個技術導入在我們投影機裡面 那除了搭比技術之外呢 我們這台投影機我們也加了MEMC的功能 它可以做一些影像插圖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也本身自己奧圖馬的 Pure Engine Pure Detail 這些影像細節的一個技術加強的功能在裡面 可以提升本身影像的細節程式感 還有影像的平順度 這些都是我們特別加在我們一般中高階的 這個家庭劇院投影機裡面 那當然除了這些功能之外呢 針對顏色的表現上面 奧圖馬在投影機裡面 我們用了RGB、RGB的純色色輪 那本身可以把影像的一個色彩 完全的表現出來 讓影像更符合真實原始的影像的呈現 而且整個色域呢 都可以符合IC709這樣的一個色域標準 那當然在跟泡上面 其實要做到IC709 搭配色輪是可以做得到 那我們在開發產品上面 我們也導入了RGB LED的光源進來 那 LED 的光源 其實它色域又更廣 它可以比 REC709更廣的色域 那除了 LED 之外呢 我們在超短焦我們 LCD 100 也把雷射光源加進來 那 LED 跟雷射都是屬於固態光源 那本身在顏色的細節 還有顏色表現上面 它都可以達到更廣的設域 跟更純的顏色表現 MING PAO BOMO TRE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